你提的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所谓民间力量的反应 那我们最终观察一下整个大局面是这样 川普政府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第一个主要是针对中共来的 然后之后中共的反击 从病毒到大选的干涉 整个联系到收买 让民主党这边腐败 整个是串起来的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大脱钩 然后激发民间追求正义的力量出现 然后形成叫做大觉醒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这样 大脱钩 然后大觉醒 然后与这个相对应的 深层政府这边他要做的事情 也连续到他们的战略盟友中共战略 他们要做的是大渗透 然后大重构 就是grade reset 然后这个阶段下来 其实川普这边要推动的 是大觉醒之后 要做大清洗 要把这个红色渗透清洗 还有深层政府的这个收买 那个渗透到媒体 对不对 这个主流媒体跟社群媒体 渗透到情报单位 中央情报局 那个联邦调查局 还有司法部门 还有国会议员 这些老政客们 这个要大清洗 这样才能够完成 美国内部的大整队 所以你看美国这边的话 第一阶段叫大脱钩 再来是大觉醒 民间要大觉醒 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个应对于深层政府的 大渗透跟大重构的话 他要开始推动大清洗跟大整队 完成内部的这个调整 那接下来呢 很可能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 以拜登本能 连结外国势力 来推翻合法 选出来的政府 这个叫做这个叛变 那叛国 叛国罪 然后呢还涉及到 那个联系外国势力 引进外国势力来干涉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应该是这个是 诉出军事法庭的第一个 军事法庭的审判 就不劳价高院 最高法院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判决如果成立的话 那么直接取消 拜登的参选资格 就不用去管那个选票 不选票了 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参选资格 因为他勾结外国势力 然后来做这个 推翻合法选出来的 政府的这些舞弊 大规模有组织的舞弊 这样子成立的话 对不对 各种证据拿出来成立的话 那透过军事法庭 取消他的当选资格 所以 1月20号的过渡 就会变成是 过渡到川普的第二任政府 那 我们要明白的是 川普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对抗建制派 华盛顿的建制派 叫做沼泽 对不对 这里面是两党 并不是只有民主党 并不是只有从柯林顿夫妇 到欧巴马 拜登 这样的被收买 被腐败 而是还有共和党 共和党主要的就是 老布希跟小布希家族 这两代执政当中 所培养的一些人 所建立的整个系统 这样子 所以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川普好像是 共和党在跟民主党 做大选的竞争 是两党之争 不对 这不是 这个是既得利益阶级 面对普罗大众 社会底层的一个 社会撕裂之后的斗争 或者 我们可以说是 精英跟平民之间的斗争 这个有它的社会学的层面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 政治学两党的斗争 这已经不是我们 所理解的那种大选 所以 川普这边的设局 第一个就是要 它要一网打尽 所以它没有真的要翻盘 刚刚解释 它一月六号不翻盘 就让你玩 让你玩到底 然后整个证据都缩罗 然后大鹅 沼泽的大鹅 一直一直暴露出来 这样子 所以它要第二个 它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 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这样才 然后呢 对付中共的渗透跟扩张 这样子的话 它才能够真正对付 解决 深层政府对美国政治的控制 那 你提到的民兵跟右派团体 这个是民间力量 那其实川普不只依靠这个民间力量 但是他要激化这个民间力量 来追求真相 追求正义 就是恢复美国的立国精神 美国的立国精神里面有两个元素很重要 因为当初很多欧洲人是逃避宗教迫害 要宗教信仰自由 逃避那个政治迫害 要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来到美国的 所以美国重视自由 重视个人主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然后现在呢 被这个左派极左势力 用意识形态价值观要套上来 甚至于重新解读美国的历史 这个东西对美国来讲太严重 是美国建国以来 算是相当大的一个宪政危机 所以从川普来讲 他的使命感那么强 他的军人性格那么明显 他应该不会轻易认输 接受这个所谓挫败 应该不至于 所以估计他调动民间力量 从就是在对美国内部做一个大觉醒 大觉醒之后他要做的事情 就成为我刚刚讲的 有大清醒以后 美国才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让美国再次伟大 其实我们是要说一定是有人让你没有伟大 对不对 以前我们觉得是中共 现在发现可能不是深层政府 所以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就是要先解决深层政府对美国的控制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会定期的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